哈喽 今天吃一份炸酱面 猪蹄 五骨鸡爪 还有炸串 今天吃的好丰盛啊 那直接就脱过来 我们会把肉与饭吃 这有点是在在鸡蛋里吃了 猪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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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猪饼也太软烂了吧 这个鸡蛋太适合夏天了 它有一点点酸酸辣辣的 然后还有点甜 我第一次自己煮炸酱面吃 这个水腰买是那种素食面回来自己煮的 但是它面条真的非常非常劲道 看着有点点像泡面 但它面条真的是跟那种手擀面 手工面差不多 我开始吃完了 我再给它蓄上一点 炸酱的酱汁是不会太咸的 就不要看它剩下底下都是这种酱 它是属于那种咸甜咸甜的 这是炸酱 这是炸酱 我第一次买到这种炸海苔的 我第一次买到这种炸海苔的 没有想象那么油 希望大家看这里 那 소�让吃? 也要不太可怕 你能吃呢? 这个好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还点了一串炸大蒜 我想象它没有给我换成生蒜 这是羊肉串 但羊肉串这种东西还是要烤比较好吃一点 炸的话让肉有点烂烂的 酱肉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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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就这一串一般般 但喜爱口味的杂蒜都超级好吃 只剩下一串杂大蒜 那我今天先拍到这里啦 拜拜